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向左往今晚有一位嘉賓 因為王先生沒有空 這位嘉賓是爬耳氣的 我跟他爬耳氣 過去的三人遊世界 什麼叫互助呢 多謝互果 這位年青人很厲害 這個未畢業已經去做其他的節目 各位 這位就是阿Wing 大家好 今天自然是要聊一下 過去一個星期發生的事情 他選了小強 李克強 那個記者都幾慘 因為之後的新聞就說 記者界的恥辱 怎麼會這樣去 但其實我沒有關係 大宋盟維持本身的態度 取樣都是這樣的 老實說 在議會裏面都是這樣的 你不要說新聞發佈會 議會裏面如果特首來 有Q&A答問 那我就會派定一些 是你的環節 是 讓特首好過些 或者特首準備得好些 或者特首想說的 特首不可以自問自答 所以如果一抽到 那你現在 這個立法會裏面的建制派 大約是 應該是多過我們很多 43個 主席做了42個 對27個 他抽到的機會很大 是 那就給他一點 狼鎮英想說 派錢 不是說派錢 狼鎮英想說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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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不要問他 挖洞的問題 不說 這些 在一般的場合 都會有造妹 或者給Q&A 但其實那些 問問題 是不是真的 夾定了 還是你們 打球也有假 你們一定是沒有份的 喂 以前聽說你做過娛樂節目 娛樂街 全部都是這樣的 一向都是 我覺得娛樂和政治 都是差不多的 也是人做的 也是 會對公眾有影響 亦都很希望公眾注意的 有些窮性的 對 是吧 不過是娛樂撞錢 用鈔票的 正式用選票 是 兩張票 但是你說起選票 我年輕人 我都不知道 他就說 今次當選 99% 是今次除了李鵬之外 他都叫 其實 中旺所歸 其實他裡面的99% 大家都知道是做妹 但是 他那個票數 是不是真的有關事 我真的想知道 有些人是多些反對票的 那一個反對票 有什麼意義 大家現在要看 就是你仇人多不多 就是這樣的 或者你 是不是各派 都覺得你 可以接受 那也是一個 一個值得 就是一個參考的數字 有些 高達5%反對票 嘩 尤其是那個 那個 法院那些 因為大陸 有法不依很多 那些反對票 敢出聲那一刻 才好 他就說 這個 很多都是拿了牌 有些人怕死 就是 我真的 不妥理 最多 你就是找到我 你的好 是吧 這個 李克強 你說回那個問題 什麼記者的恥辱 就是那個鳳凰衛士 鳳凰衛士 問 最後很多人都說 聲討他就是 記者界的恥辱 怎樣去中共 好像拿到他鞋底 即是說安徽 安徽 安徽嘛 我大家都是安徽出來 去抓關係 這些就是那個記者 即是不是很專業 可以說 即是 如果你說 用我們中國人的老 即是老話來講講 即是 就是樹卑立傳 即是 阿哥 這個李克強 是否和你鄉里有什麼關係 在這樣的場合 你和我喝茶不同 阿慶慶 我覺得 你是鄉里來的 即是中國人 那些一般都是這樣 阿姆哥 我和你一起講 他不是鄉里 老實說 他不是 即是大家親一點 阿石好騎 就是去安徽插隊 即是去安徽 那時候 但其實 李克強 在意大利都穿了崩 你怎麼呢 老實說 你一個人 是不是熟一些那些 即是你熟一些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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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一些那些有感情 OK 那這個騎騎就是說 哎呀 安徽鳳羊出名窮 大家都知道 鳳羊花鼓 他就是在鳳羊插隊 他說 一九七幾年 七幾年 七幾年尾 七八七九 我忘記說什麼 七八是好意思 哎呀我拿了一張東西 就說我高考那裡 可以了 要去讀書了 那時候很感動 對吧 即是 也都看到 即是因為 改革令到 他個人的命運又改變 即是農村的命運也改變 是 講了講了一段 他沒有講一件事 講什麼呢 他沒有講我 哎呀其實我也很想念安徽老鄉 是啊 你說起來 喂 他動不動 問我 跟台灣人幾個 喂 你跟我回去 跟台灣同胞問號 很熟來的 他去過幾次 是 那我先加個田 所以他就穿崩 矯程 是否 如果你真的這麼感動 覺得那段 這個 鳳陽的日子 是令人生改變 你很感動農村 的東西 阿哥 麻煩你講幾句話 是不是 嗯 講都沒有講 因為對時候 喂 三姨婆的女兒 記不記得我 我叫你黑騎 小黑 記不記得家人沒有 我現在跟你說 Hello 我做了總理 我不會忘記你 你不認識台灣同胞 那是甚麼叫台灣同胞 阿哥 我反過來看 這個劇本 算得太頑皮 剛剛那時 是昔爺才算得到 剛剛那時 我在看直播 記者問這條 這樣的問題 我心想 其實他是不是想問李克強 對於台灣和香港 那個態度取向是怎樣的 我打算他想問這條 是不是我想多了 我在想著 李克強呢 就是多動作 別人說他 殺幾次 動手一腳 是 有幾個問題 李克強呢 如果你說他 阿劍劍 你說他安徽插隊 那你為什麼不說 河南賣血呢 河南賣血那些事 他是執首尾的 他做河南省委書記的時候 河南和陝西被缺發幹部提倡賣血 來富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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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間 雖然間就不是主動 是說叫人賣血那位 但是他都有去處理賣血那件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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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各位 你們可能不知道 年紀輕 好像他都很輕 有個99年的時候 都是 7、8歲的時候 都是吃奶醉 是 真的 什麼叫做愛知村呢 話說 在上世紀90年代 尾 要發財 陝西省和河南省 那些 跟法國某間廠 做了一些血清的 是 好了 叫人有缺血 就是這樣可以自負 OK 但是 因為 你一 多人捐 就管制不到 例如外判 外判 生產商 是吧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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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敢死在大陸找 污染了 一個愛知病人 一直不斷打下去 打到 出現了愛知村 這件事是怎樣揭出來的 就是 當日 在這個河南省 一條愛知村 我忘記自己的名字 是 冒死上北京開幾個主要會 嗯 那時候還沒有維穩費 都給他上去 要不然就是 你看一下 他怎樣對楊康和記者 就是 記著打爛你 就是抽 當日去到 去到 不知道哪家飯店 北京大飯店 還是哪裏 其實都是搭通天地線 熄燈 都 熄燈 趕他走 算好了 趕他走 對呀 黑暗燒有沒有打 我不知道 很簡單 這件轟動國際的事 揭發那些人有事 高耀傑教授 現在 去了 這個 美國 逃了網 高耀傑 是否 中國愛知之父 那個 知母 喂 你迫害人家 遮門 這個阿騎騎 騎騎 騎騎有沒有說 哎呀 各位 你們 愛知村的朋友 記不記得我這個書記騎騎 當年 有沒有事 打到你成村 有沒有弱性 這些就是隱角揚線 他真的去電腦看看 李阿騎 就知道他愛知這件事 就算他不是始作俑者 他都要收拾手衛 收拾得很差 是不是 阿騎騎 即是很搞笑 他真的冷面笑著 他講到香港 我來香港 覺得香港的社會真是好 包容多元 他老闆 他來到那時 怎麼包容多元 我的車經過都被人拿去驗車 講講 你說 他包容 當然包容他 即是2017 李阿強上台後 2017的人說很渺茫 即是你作為這個 李阿騎就是黨棍 李阿騎是黨棍 即是共青團 即是胡錦濤的派系 到底他吃幾家茶禮 他腦 他腦想什麼 沒人知道 他們那些腦是秘密 不是怎樣出賣人 不是 好了 他是第一屆高考招生入學 即是說他是第一個 是一個所謂自由開放改革的受益者 是 但是這是黨棍來的 嗯 當這個北大 1980年 81年 北大 即整個北京有一個叫民主場運動 即是第一次有民主 有文刊 有大字報 阿葛 他那時是黨委書記 是吧 他真的有份去鎮壓 他這樣上來的 是吧 負責指揮一個 接著到了1989年 他又是做共青團的書記 1989年很多大學生出來 所以這個人跟江澤民和胡錦濤一樣 都是鎮壓人 要在鎮壓的過程裏面 保持到黨性 才可以當官 跟他的恩公胡錦濤一樣 胡錦濤是甚麼呢 胡錦濤是做水電站的 是吧 又升 升到去就是 因為當他做這個 成都軍區的 當他鎮壓西藏的時候 是吧 舊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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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人 1989年 這個北京大屠殺都未開始的時候 在西藏已經發覺 即是出現了八角街事件 已經照為 操一些軍隊進去 那時候沒有武警 沒有武警 操軍 所以你看到的 這是李克強 但是又說 新聞又這樣做 又這樣做 拿回來講 上了台之後 又說很多貪官 又整治 這是不是做 這是三筆 工廢建的賓館 那些就不做了 工廢去旅遊 出差 流行不做 其實工廢怎麼開 我有興趣想知道 工廢怎麼開 就說工廢 就說吃多少實布實燒 就是 大爺朵就行 為何你拿錢 我叫你拿 大哥 只是大爺朵 只是大爺朵 大爺指下鼻桿 然後 我爸爸現在 搞定了大哥 那不是整桌菜嗎 就是 喂 你說大陸的人不能說 那時候不是說 四菜一湯 很久了 那他就把 四碟菜 放在一個碟裡吃 包心刺吐就一碟 山珍海味也一碟 燕摩燉人心也一碟 那四菜一湯 都可以吃 上有政策的下有對策 你講起我有點餓 那時候那些碟是特別大的 這麼大的 你以前鮑魚一碟 海參一碟 魚翅一碟 魚肚一碟 中國包心刺一碟 包心刺一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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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 這些是實跡的 所以 我一個人觀察了他 一個人有空 那一周 你有體積過嗎 你又有體積過嗎 我起床 其實他真是很囂張 你問他 他有三串 溫家寶 我沒有看 他有 我只有九字真言 恆大道 這個 我忘記了 恆大道 李文中 盡口漏 那句話 反而不能拆解 那句話 他特意說 這是你找不到的 典故 是我人真裏 誤不出來的 是 但那句話 拆解 其實應該怎樣拆解 那句話是沒有意思的 即是說 我做事 很多人猜他那句話 是否有什麼特別意思 有什麼特別意思 恆大道 即是說 各位不用怕 我是好管家 我上台大家繼續有 恆大道 是吧 是 但他 後來講一句 你這些沒有典故 你典故 喂 你知道 我現在還要念詩 是 你現在還要扔書包 我就扔那聲 還給他 這個 這個 溫家寶 就是 扔書包 悶死他 是 他說 我不扔書包 你就是誒 溫總 就是 你溫家寶 經常都 找死人 還笨 在上面 欺負 總是被你拉回來 大哥 那個詩人都死了幾百年 你又提起他 又起身看誰 誰摸嘴 又說我的話 即是 他現在串到溫家寶 這個人是 是很煩的 我覺得最串到 他那個叫玉敏 是那個時 在立法會 扮溫家寶 說話的那一刻 那就是 另外一樣 這個 這個 李克強現在就 很串 那時記者會 給你評分 你會給幾分 那時的表演 誰 就是李克強在那時說話 對中外記者 很不自然 很造作 很不造作 很不造作 就是 外國人問他的事 他輕輕大過 是吧 自己問他 就長天大論 他有些Q位 是吧 鳳凰衛視 中國 什麼 CCTV 他問他 他就在那裏表演 是 是 台詞有賣 是吧 他就在第二樣 很 很自卑 是不停地說他外國的經驗 即是本土的經驗 不見得剛的 即是他 你不要小看我 我 傾傾 傾傾的 很多地方 外國莫斯坊 我去美國 是吧 當然是 也有一個 有一個 作用就是 他是對 倫邦 視好 是吧 因為他講了很多次美國 是吧 有一個記者問他 中美關係 那時候 他又 跟美國視好 是 他經常說 我去美國見什麼人 大佬 啊 要不要說那麼多 要不要說你 你認識什麼 你認識什麼人 關我什麼事 是吧 現在香港就有問題 或者 逢是這樣的 家長制的國家 就是 你認識哪位 不是你認識什麼 不是 你認識做什麼事 你認識那一位 永遠都是認識人 好過認識字 那你現在香港官場 都是這樣 是吧 是 你認識哪一位 不是你認識做什麼 你認識涼粉 你認識沙河粉 是 一二粉 是 奶油粉 你說起本地官場 都不得不提 今個禮拜 鄭森BB 哇 這件事 怎樣 他有什麼事 就是說我要支持鄧忍剛 因為他說要支持鄧忍剛 要說頭條新聞那一堆 要交代你們的思想 取向你要跟我報告 是 然後又說 陳正心又出來說 我們應該支持鄧忍剛的行為 其實陳正心 他是不是這樣 他是不是聽漏了兩個詞 聽漏了些什麼 你不要問阿森姑 他是不是說我支持鄧忍剛去死 那我不知道 我不敢這麼說 但我覺得整件事 陳正心當然是一個 一個很好的 將很多歡樂打給我們的 一個很好的人物 老實說 真的是劇品 我有沒有跟你對撼過 一個人無恥 或者無恥到這麼自然 真是老實說 他真的很自然 那一刻才好笑 厲害 他有沒有跟你對撼過 沒有啊 他哪有撼 應該跟你對撼應該挺好看 我覺得 你沒有看過嗎 在Youtube有的 有嗎 你有沒有看過 你不是吧 你昨天在九龍過來 你是不是香港人 阿哥 是 我過年前跟他在RTHK 那時有 就是那時 關你什麼事 那個 我問阿森 我問他 他就要發囂 我真的想看 真是一次 你倆 沒有啊 陳靜心一出巡 就帶 就是愛港力 就帶著 他都幾有錢的 都有成 二三十人 是不是啊 那些維穩費撥下來 我就不知道 總之我那次 我是連三十晚去的 我也是 為什麼選我呢 不是因為我好 是因為連三十晚 沒有人肯去做的 那個節目 是不是 你爲耳氣 我爲耳氣去 爲耳氣去 爲耳氣去做 200元 那我爲耳氣去做 那我爲耳氣去做 是 我一去到 我當然是兩點多 不是我 你一想幾 我爲耳氣去做 很多人歡迎我 是 又愛港力 就是叫你回家那些 又說去殺 又去打 又說什麼 我那個要不用啊 年三十晚你讓我休息一下 我那一去港台接受訪問 嘩 都要這樣勞私動眾 是 那下次你去GPP 怎樣計算 要先找兩三百來為人 你看他哪有信心 自己久不久去電視台接受訪問 已經是畢生難忘的經驗 挺難得我才上一次電視 等於有時在廣台我見到 我有時去做節目 見到粉絲 一見到某個歌映出來 一撲過去 已經看到相片 都是一生人的幸福 深姑也是說 久不久一次去廣台 雖然在罵港台 但那些都覺得 唉唷 我又不同了身價 我又去了廣台 講話了 是 不然怎樣都在勞思動眾 要錢 不要錢都拍肩膀 是 年三十萬 大哥 大哥 即是 所以我想翌日 港台就是這樣 現在 我們去做節目 但我們說梁先生 要不需要車位 那天就問陳靜心 喂 要不需要人位 有幾輛車來 他很清楚 他說有幾多人 二三八 但現在鄧忍剛這個動作 港台 是否秉承了 中共一來開始的 那差很遠 我拖給他 我那天問陳 我問陳靜心 因為這樣他才說 我讀我 關你都事 那他 是否真的讀那一刻 其實他有幾個版本 我真的很模糊 我不想說什麼 他有幾個版本 我沒有說粗口 我但覺得 我好像走了去 這個什麼 那些 叫什麼 去了那些獸醫那裏 是 我每次去獸醫那裏 噢 噢 我見大見大 是這樣的 是 其實 他當日為什麼會這麼生氣 就是 你問問見面 我問他 他就說 不知說什麼 就說 這個 港台 又應該 由政府給錢 又由政府控制 嗯 不可以說跟政府不對的東西 嗯 我說不是這樣的 歷史上 不是這樣的 那是一個吵 那他就說 即是說 即是 你們對 大陸的那些傳媒有偏見 我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未見過一隻叫做 中宣部那些東西 是 全世界都很難有的 是吧 即是說 有個中央宣傳部 教你宣傳什麼 教你罵誰 教你怎麼做 如果你不教 你不會說不聽教就行 是要丟 是吧 是吧 事先出之前要檢查 事後出了事後要檢討 裏面又要做新聞做得更慘 即是有間有中宣部 這是中國共產黨特有的組織 是吧 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 有三個部 中國共產黨對外聯絡部 叫中聯部 中國共產黨這個辦公室 中辦 中宣 中聯 是吧 三個部控制住 你說做傳媒哪裏有 這裏是沒有的 這裏不會有個中宣部 大人間 大人間給個 下一個鏡頭 喂 剪了長毛段 不行 說得太差就不會 是吧 即是 這個陳建森一聽到 就暴跳了他 是 我才談 是吧 我問他 如果這樣說 這樣控制傳媒 你是否 即是 共產黨控制人 你是否這樣做 你建制派 他才會生氣 我是不是 建制派關於dudzi 但他真的說了那個dudzi 我真的不記得 我一個記得都應該是dudzi 因為那時 如果他不是說dudzi 我的印象 新聞出來有兩個版本 一個叫堅持我沒有說過dudzi 關於你不知什麼事 總之那個不是粗口 那我就老實說 我哪裏留心他這些事 即是濕碎到不坎 他講什麼dudzi 聽粗口到處都聽 他又不是說得特別動聽 又不是流利 但這次港台這樣做 你覺得做不做到 上次要做一個單 很大機會做到 其實 其實港台的問題就是 大家為何有港台這個 這個物體呢 就是 當年 港英政府覺得要有官台幫他做事 OK 這樣做出來 後來有官台也不行了 就給商業電台 這段事你不知的 真的不知 他批過牌給商業電台 都是說明要幫政府手 那現在都是幫政府手 是的 後來當然改了 因為這個太過外眼 港台和商台都是當年 港英政府要來宣傳的 它有其中一個條件 港台到了後期 就是回歸了 那大家就提出 不如叫公司化 或者這個 商業化 企業化 企業化 企業是相對於政府 嗯 企業的意思就是 相對於政府去運行它 那如果做了企業化 就算這個港台本身是政府給錢的 它都是行政獨立的 是吧 如果你在 其他國家很多都有這些 國營電視台 德國也有 德國有兩個 電視台 直台 但是他們外國的國營電視台 那個自由度 會不會大不大 它變成另一個 團體 那個團體自己去做事 你明白 現在鄧忍江就一個屁股 一個屁股搶兩張椅 我獎就變成兩個屁股 一時就說自己是 這個公務員 是處長 一時就說是 港台的總編輯 你失精神分裂嗎 是吧 你搞錯了怎麼搞啊 如果你說你做公務員 要這個落手公務員的 做事的事 我不會偏袒 那你做港台編輯 要怎麼計算呢 我會用公務員那套去 處理港台的浪費時間 你自己是湯牛 走到手術室那裡 施口術 你明白嗎 你是公務員 都不知道傳媒的特性 又沒有做過傳媒 又不知道傳媒的守則是怎樣的 是吧 他是零經驗空降落 是 當時Miss Mo都吵過他 是 那他降落做什麼 你有什麼理由 你會不會 現在我說胃痛 你會不會走到街市 那個湯豬那個人 他叫湯豬 他叫湯豬 幫他攪攪攪攪 他就算有誠意都沒有用 阿哥 說話嗎 那個湯豬老 阿哥 湯豬你不用怕 我會秉承湯豬的經驗 幫你攪攪攪 我是好的湯豬老 有些氣 浪費時間 是不是 但我其實一直都不太明白 政府都很喜歡找一些 沒什麼經驗的人 做一些很有經驗的人 這樣容易控制 有什麼事 有用 老實說 鄧隱江棍這個人 鄧隱江棍 是不是這麼壞 我不知道 但他沒有知識 亦都不在那裏 很簡單 如果你是傳媒人 你懂那些事 你只要有些事 應該做那些事 不應該做 第二你還在那裏 鄧隱江棍 真是江棍來的 他撥撥撥下去 撥散了港台 他在那裏做 又做什麼 民政事務局 什麼都可以 這麼老 你明白嗎 如果你是傳媒人 真是大佬 千夫所恥不疾而終 一人都打口罪 那些幹棍在港台打壓新聞自由 炒人 當然是祝福他 現在政府變相 找些沒什麼經驗的人 做這些位置 容易換 有什麼事 很簡單 因為無知就是無恥 無恥就會引起無恥 無恥也會令自己無恥 你沒有辦法 你現在糧粉治港也是這樣 你叫他做一件事 等於 舉個例 等於港隊現在說要選拔團競選手 有什麼理由找一個 在中學都跑第二的人 去代表港隊 現在糧粉就是這樣 你不要緊 你跑多少不行 你最緊要 我認不認識你 你會不會聽我說話 我不要碰你 你這樣就沒有搞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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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整個香港的政治格局 就是信我者槍 逆我者亡 又轉到救我者槍 逆我者亡 為什麼叫救我者槍 就是我的身影 去掘個洞 起碰牆 你那個時候長毛 或者彈是他 如果你救過我的 這個就叫做救我者槍 但是 如果大會短那麼多位分 那麼多人有恩 李嘉誠 分餅仔 那時候又說 李嘉誠這壹事真是 有時候可以令他死的 自由黨那些 是不是 然後 建制派又救過去 民建聯那些 工聯會 然後還有一個 叫做共產黨 救過去 因為共產黨是搞死他 沒有搞到 是不是 還有一個 就是 由大陸下來那些 有權有勢的人 分開同產黨 因為那些人已經下來 搞事 已經賺錢了 大陸 紅色財團 地產金融財團 加保皇黨 加北京的共產黨 每個人都有事給他做 你死不死 因為吃成四五餐 餐餐都肥豬肉 飽不飽 所以梁振英現在沒得搞 你看回 那些財政预算案 最重要就是 我不會花錢 你們基層死就死 不閨我 Aun She 好像集中營的爛 buttons 很簡單 很簡單 仰望繁星 雙腿倒實地 就是虛電性 大家相信 財政預算案 我和你無可分 我有 我住公那份 唉 我是退稅 我是得益者 現在香港很奇怪的狀況 中間那層是沒有東西可以拿到的 要是最高那層 要是最低那層 最低那層拿到都很傷的 如果低到要被他派倒 很簡單 我來之前有人問我為何要拉布 《全民退了保障》 你是不是4月拉布 我不拉你怎行 你會不會做 你看摩哥現在睡著 那一盞燈不行 我已經說了 你已經說了 那一盞燈是會讓我睡覺的 但你譬如說 我不知道 譬如說香港人自救這件事 陳雲那一套你信不信 自救 任何一個地方 你在那裏生活了這麼久 你會有一種本土的情懷是不會錯的 但香港人不會 你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和共產黨實力懸殊 你又說和中國割斷的時候 那共產黨派人下來鎮壓你的時候 你就不會怨了 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四海之內皆兄弟 不要說是否中國人 其實我覺得 大家處境相同的人 應該互相支援 陳雲那個說法就是不行的 因為大陸的人是差人一等的 所以你真的不行的了 這個說法 這個共產黨也是這樣說的 其實反過來 香港那些雙人撐人一等 我們是中土拿去搞定它 欺良恩愛論述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但是今天最新的一單新聞 就說我們愛講歷 就說你們這群如意撐英國人 又說停機會 差時間 我問不太簡單 你問個問題就可以了 調回你把那個問題 reform了就可以了 如果你阻礙民調就是說 你覺得二十年前的生活好 因為現在生活好 那又不是二十年前 有問題 你現在問 如果你覺得英治的時候 生活好些 現在 人家說英治而已 那我勉懷過去行不行 他現在就說 會否重傷英國人相害 對香港和英國人的情懷 我實在說 我一向都認為 英國人在香港的統治我反對 這個就不用問了 是 其實就是 共產黨 在六七暴動之後 就叫香港人接受英國人統治 是吧 就是大家 這個問題等於食屎 還是食石頭的問題 其實 我覺得 愛國的事情是怎樣 就是本土也是 如果大家在香港是不會說的 不會說我在香港 我在黃國出生 或者我住在修貌平 不會說我住在香港修貌平 就是那個 國族的認同是不太重要的 如果你是自己人的話 你是相對於外來的人 才會有這樣的說法 看波 如果你在英國看波 如果你在英國看波 你是萬年學利物譜不會說我 你是不是在英國等 他就像在看英超 是不是 共產黨搞這些變氣法 你回到大陸也是 不是 不是 是 是 安徽 安徽 商鞋 如果是戴情侍那些 有很多人自己作為自己在上海北京 因為不想老土 即是故產生這些 都不會說中國人沒有的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我說我自己是香港人有什麼問題 要透母子嗎 另一個問題 老實說有人懷面英國人也不奇怪 但他沒有主張要回去 第二就是 當你說 說你在美國也會 你問他 喂 烈雞林陰家產 是的 這個人幾年借到天文數字的炸 又去打仗 小布殊 不要提這個人 一樣的 你不可以說那個人不愛國 為什麼你不喜歡以前的總統呢 沒有理由 很簡單 小布殊當年欺騙美國人 說911很大禍 要出兵打 阿富汗 去打伊德克的時候 民調是八十幾的 他落任民調十幾 你說到底美國人 是否在布殊的時候 是外國一點 是 布殊走的時候 就不愛國呢 連總統都不愛呢 有病啊 共產黨 是不是 我比較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准比較啊 阿哥 是不是 浪費時間 當然 我告訴你 你再這樣的時候 香港人就 越來越離心了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這樣說 香港人 台灣怎麼算 沒得算 算不算 算不算 如果你今天 一國兩制這樣對香港人 你明天去台灣說 大家都是同胞 好像 李克強 我問後 台灣同胞 問什麼 猴子阿哥 那你對香港人怎樣 做你同胞 當初 當初 一國兩制 鄧小平說出來 其實真的給台灣人看 是 但是 今天香港搞到 這個局面 這樣 是不是真的要 飛彈互射 才要 這樣很簡單 就是 共產黨 如果他打算 要令到 台灣 跟他談話統一 你在香港 對香港人這樣 就真是 多謝他 所以簡單 我舉個例子 大家都明白 你今天 已經在打 以前的老婆 跟著 跟我說 我結婚很快樂 是那個女人這麼笨 打他老婆 就是愛我 浪費時間 是不是 你說有沒有一個馬佬是這樣 但是我打我的被婚妻 不是 打我的老婆 你說我多愛你 我現在要打死我老婆 和你結婚 一早要離開他 這個人 浪費時間 有沒有這麼蠢的人 這個世界 沒有 是 政治怎麼這麼深奧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是不是 你現在大陸 就是這樣 你看看我多愛你台灣 我現在在打香港人 是不是 他跟香港人說 我告訴你 我對你很好 我打台灣人 打親都打50槌 現在打你香港人打5槌 你敢不敢欣 那都是打 是 他說 是有分別 一個兩制 我在裡面打50槌 現在打5槌 然後跟台灣人說 我打香港人打5槌 我打他打兩槌 我打他 打隻愛也 你說是不是我先 你說我讓我打 那就可以了 真的浪費時間了 好了 不經不覺向左網 吹吹吹吹 就已經差不多完了 我們再一次多謝 和我們做首語的這位女士 和阿Wing哥 今天 令我可以和他合作 我們 我們待會在三個人遊世界 和大家再見 下一集就是他的主場 拜拜 拜拜